這一件很小巧 您買多久了 這個是 我買它是因為 它的底款有六個字 叫做大西 然後就發現它是幼里紅 看了這個節目就發現 幼里紅燒得好不好 跟上面會存下什麼東西有關 是 那這個東西 顯然好像不是燒得太好 可是我喜歡這個氣形 也喜歡 像蘋果一樣 底下它的落 所以講的是 還沒有用蘋果的時候 因為中國的瓷器就有蘋果 你看看 平平安安嘛 因為我們中國人常講 其實這個蘋果瓶 講起來應該是在 放水 然後有溝通出來 那你剛剛提到重點就是說 這個我們講 幼里紅最重要是用銅 去做 那還原燒呢 如果說溫度沒有控制好 就會出現一些不一樣的顏色 譬如說綠色或暗色 就是 有點像生光 不是生光 然後它的銅 它的銅 稍沒有完原 沒有還原 所以它就會變成這個顏色 那我們現在在看這個東西就是說 青花幼里紅是從原民開始有 可是到了清康熙 是一個極高端 所以我們再看清康熙的東西 其實它有的時候賣幾千萬 為什麼 因為它除了底款以外 我們大概可以討論底款 但是這個如果沒燒好 它會有一個術語叫 飛紅 紅色不見了 飛掉 就是燒的時候飛掉了 所以它這件是用線畫的 單筆這樣一筆一筆 所以工畫得很好 畫這個菊花 像這個菊花 畫得非常好 然後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雙玄紋的青花 跟這個裡面的這個蟬枝蓮 還有這個四朵花 這個都是非常好的工藝 那你這個有關款 所以你當初應該是看到這個 六字款 心就開始 動起來了 就覺得撞到布 所以就花了多少錢 買了這個蘋果粽 花了五萬塊而已 五萬塊錢還行 雖然就像你講的 你知道當初感覺 有一些不是滿意 但是這個價格 您覺得還可以接受 對 因為我不懂 但後來看這個節目才曉得 原來它是沒有燒得很好 你這個我剛剛有仔細看了一下 雖然說它燒製的過程 那個銅沒有還原 可是呢 整個那個細節的部分 都處理得非常地好 是 我覺得你也是撿到寶 那像這一個呢 這個叫做摺織 然後四季花卉 這一個蘋果粽 賣了多少錢呢 2018年 蘇富比的拍品 八十三萬六千塊 美金 六美金耶 小小一顆蘋果 是 賣那麼貴 發達了 對 這個蘋果到底... 這個蘋果為什麼那麼貴 因為它來源很特別 這一個就是 酬炎之先生收藏的 那酬炎之是誰呢 最近不是賣了一個 雞鋼杯嗎 十幾億 這個雞鋼杯 就是從酬炎之手上流出來 那這件東西是它的舊廠 這個池老師現在講到重點了 這個就叫出醋 這一個物件呢 從哪邊做出來的 是 然後誰買了 是不是名人 名人再賣出去 是不是名人又接了 這個都是名人效應 你如果是名家做的 加持啦 對 我這個節目也幫你加持 名人加持 那你 你只有見過那個十老師 看過就發達了 是 那趕緊也請十老師 來幫我們見個假 來 請 請見假 十五萬 這麼棒 講了三倍 這個可以喔 這個可以 雖然不是很完美對不對 來 我們看一下那個照片 好 因為這件東西 看起來是民國初年左右 做出來 跟湯西年的一個雷同的東西 是 那因為青花幼梨龍 本來就不好燒 剛剛你提到這一個點 我們注意看一下 這個我覺得我們製作單位 越來越用心 它為了要拍這個 緊急的去採購了一個 micro的東西去拍的 這剛剛拍的 漂亮 看出來有沒有 這個又從這個裡面出來的 那這個藍呢 就代表什麼 因為它還原不完整 所以又變成藍跟綠 但你這邊看的時候是暗色的 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很像西鉤那樣 對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效果 是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這個就是它的款式 你注意看 大清康熙年字 這個款 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尤其是它這個銀納下面 這個用力的肌肉 這是看不到的 對 那簡單講 然後它的字比較瘦長 譬如說年跟字 這個字沒有一點 這個仿的時候 它還是有造工工法來做 但是右色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大概看這兩個 好 再來看下一件物件 所以剛剛這個蘋果中 還可以買 還滿滿意的 因為它其實 如果以現在要做這樣 也很困難 然後康熙的這個又禮紅 這幾年長得很厲害 長得非常厲害 好 繼續擺好 對不對 越擺越久 就是越厲害 對不對 在下一件方官 我自己覺得很美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好多點點 就像下雪一般 好像很漂亮的雪景 立體感也是有的 來 當初在哪裡發現 這個是在一個文物店 細緻的地方 然後了解了這個作者 他是畫雪景的專家 是 寒陵雪屋 然後發現之後 我喜歡它又是它是方的 對 然後又說什麼 所以就覺得 就收了一個方萬這樣 那當初開價 後來成交多少 這個也是五萬塊錢 也是五萬人 也是在法國的時候 在古董文物店買的 那那間古董文物裡面 擺了很多來自中國的物件 那麥家是 也是中國老闆 他是法國人 所以你們就一直在用法文 聊這些中國老件這樣 法文也得要公開 我才聽得懂 就是差不多一些專有的名詞 都 是 您這樣的收藏喜好興趣 孩子跟太太是 鼓勵的嗎 起先他們不知道 我是 案案的 等到收了以後他們才發現 家裡就是藏不下 都會用四死後跪的怎麼藏 對不對 所以當初報名來大巡寶家 也是家人的支持 對 女兒說 你既然有這些東西 可以讓專家老師教授 可以給你一些 比較具體的結論這樣 他們其實是希望說 讓爸爸也知道說 自己收了那麼多年的心血 對不對 到底結果如何 結果如何 如果說真的還不錯的話 就繼續支持了 所以你剛剛提到那個 這個作者叫做何許人 是 這個名字很特別吧 是 何許人爺 何許人爺 沒有錯 這個是珠三八友之一的 是 那珠三八友呢 有八個很厲害的 那這幾年珠三八友價格 也是非 非漲 那這個 一般來講 他們就講說 他這名字怎麼來 就是因為他 珠三八友有個老大 王琦 就跟他用陶淵明的一個詩 就是說 何處來的人爺 是誰 何處來的人是誰 何許人 那這位老兄呢 他以前是做仿古的 專門科做仿古 後來呢 他就也經營一些 這方面的銷售 他自己呢 後來就研發自己的畫法 他跟北宋的這個畫家 也學習他的這個 很簡單的構圖 所以很多人後世推崇 何許人說 他雖然是近代 可是他把北宋的畫的那種效果 拿到這個瓷劑上面 那他更厲害 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他喜歡畫雪景 而且他獨創一種功法 就是把右變得很厚 他這個右的肌 所以你摸起來是一顆一顆的 有沒有 側面看也是 那我們在中國 有一些瓷劑叫珍珠蒂 像珍珠這樣挑起來的 可是那個是用踢出來的 但是他不是 對 他是用右 有沒有看到 凸起來的 那所以他的雪景 他現在在中國 後面他的學生 有那種化學的大家 是 價格也不得了 那當然就是說 以這個何許人的作品 在珠三八有的地位 還有我們現在在市場上看到 他都是非常的當紅炸子機 因為現在這些比較好考證 而且四方確實是比圓不好做 因為他在成形的時候 他是用泥片四片去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上面 有接縫 那方形的東西燒最容易變形 所以它的相對 圓形拉胚或兩片接都比較好做 這個比較難做 對 不過我知道 其實您對這個物件 有一點點的疑慮對不對 就是你在想 這到底 是不是他本人化的 還是是代比呢 這就有差囉 對不對 當初賣給您的人一定是說 這就是 這就沒有錯嘛 對不對 所以他當初賣您多少錢 這個也是賣給我五萬塊錢 五萬塊錢 比較近年來買的嘛 近年來買五萬元 對不對 雖然什麼一方勝十元 但是 就不知道是不是他花的 來 我們評估一下 再告訴您好不好 來 請 請見價 五萬塊 這件東西嚴格說起來 它就是 還有弱的款 尤其是弱的款 有問題嗎 它完全就是何許人 許人出品 是 那這個仿的呢 有九層 我們大概可以看它圓件 圓件就可以知道 那另外一個 我們一般玩瓷器的人就是說 會不會漏餡 漏餡就是說 你從哪一個點 是 看出它有問題 蛛絲馬跡 這個最簡單 就看它的右表 你看它這個白色的 有開片 是 為什麼會開片 因為肌肉太多 然後它用電腰去燒 它就容易開片 因為溫度太高 如果去做過桃的人 我曾經去做過桃 我上右上白右 燒出來又不見了 他說為什麼 上太薄 那這個是上右很厚 對 你看都有開片 是 沒有看到 有 那這個開片就是它的膨脹 係數不一 那我們還可以看出它的 這個是用四片接以後 直接 這個是比較有量產的概念 我們來看一張市場上 一樣一模一樣的圖 好 你看它這件 它前面是有兩個 你這個圖案是兩個 像人在前面 人在打掃 或是在打掃的一個造型 對 那這個呢是 好像是防油 有沒有 彈心防油 是 這兩個 這是寒林雪屋 好 那你注意看 它這個都沒有開片 好 還有 你有沒有注意看 它這個底 有圈竹 這個沒有 沒有 看到沒 沒有圈竹 是 那原件是有圈竹的 是 所以它仿的時候 它就沒有去注意這個問題 是 好 再來看它的底款 你看 這個它的底款呢 第一個它有紅色的這個 泛體 另外它的字呢 很有力道的 有沒有 那這個 你看那個字是四字方方 是 有多落差 所以 我們看款有時候 百分之百都是一樣 也不會可以相信 它要看很多細節 像我剛剛講的 釉 還有它圈竹 它沒有做出來 是 那沒關係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趣的 而且也很好看 對 擺件在家裡 感覺是很 很有方方正正的東西 是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你們在看沒有什麼 很難聽 它在你 semester suddenly在國際上 都沒有幾位 總之就是 要用什麼 與任何的 Раз